近日,小S被传遭逮捕后没有露面 且小S主持的综艺节目,西地想聊停播,引发更多猜测 6月26日下午,才没就西地想聊停播询问制作方的工作人员 据对方透露,节目停播因为恰逢端午节,并预言,小S一定会没事的 工作人员还表示,黄子焦当时爆料是在喝过酒的状态下进行的 因此才会讲出那样的话,真假难辨,小S出道这么久了,大风大郎都有见过 相信这些事情,他都可以自己消化,停播只是巧合罢了